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枪三人行 台底下比台上还热闹 咱们都聊聊咱们的外游体会 本来咱们枪枪他们有个微博 跟观众预告 说我不是去趟英国吗 对 回来给大家讲讲见闻 见闻 但是因为我回来之后 国家的事也比较多 忧郁啊 忧心啊 咱们套哥不容易 走一趟 你虽然不是那套哥 但你也不简单 暗头的文件要批 是啊 这一回来好多国家的事 咱们应该是优先的话题 没错 这是国家之后才到了小人 所以到今天找出几张照片 谈谈咱们大英帝国 我跟你说 他这回去了英国之后 又发现他第三祖国了 他原来第二祖国不是法国吗 他原来第二祖国法国 国母 对 这回去了看到人家睡 人家有女王吗 对 这下没法国母了 这下我跟你说 我去英国 我的感觉 倒不是说女王 这个事让我觉得挺有意思 而且我一到这个国家 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我说打扑克牌 我说 什么 就是 这个都是扑克牌上的面像 那个老K 老K 包括那个建筑 包括皮蛋 就那个十二 那个皇后 原来包括那个大鬼和小鬼 穿那个衣服 全是有缘有本 都是打牌的 我应该是打牌 很有意思 咱们看几张照片 你看大英博物馆 对 我是怀着深深的遗憾离开的 为什么 看不完 看不完 他睡了三天了 我说这个国家家底太厚了 都是执名回来 在看下面 咱们这儿 掠过去的 古希腊的 怕他能神庙 对 你想你再看下边 这是有争议的一个 他把整个庙都给端来了 对 你说这个 现在希腊一直跟他闹这事 你能不震撼吗 这大英博物馆 你再看下边 这是撼动我的 我在苏格兰爱丁堡 看到的一个900年的苏格兰的教堂 残缺了 这个我就震撼了 门德尔松就说 在这找着灵感 做了苏格兰交响曲 他说我仿佛看到苏格兰王 站在祭坛面前 你说这多棒 这个东西 中国没有 我跟你说 来看一下 不是 不是 说的好 长城那里 废墟 你看我多喜欢废墟 一到废墟 我就觉得比好的房子都好 你再看下边 你看 你尤其注意最底下 它是这样的拱门 圆圆圆 这是更古的 你看这个青台 你注意到没有 这个柱子 我发现英国教堂的柱子都是这样的 一咕噜一咕噜 然后它合成一个大的体系 是 你看都青台 长着青台 你再看下边 你看这么美 这么美的教堂的废墟 没有了吗 好 待会再看 我再 你再到点还可以接着给大家看看 你看 这是苏格兰的 你说像不像打牌 我一看这个 不像铺盘牌上 那个 都多式的那种 对 这城楼 你再看下边 就是那 你看 打牌吧 到处都是尖 你看都是尖 都是尖 是吧 你再看下边 这个是英国女王 是伊丽莎白还是玛丽 反正你注意到没有 它这个肖像馆里边 它这个都是几何形状 对 跟扑克牌上面 那个 对 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它的国家肖像馆里头 有这个历代帝王的这个 这个像 所以我的一个感觉是 我去了也问他们英国人 我就慢慢 晓得一件事情 就为什么英国人说话算数 基本上 就是说 一个社会 至少讲合约是一定的 守合约 说话算数 信任 是吧 这个 我们是怎么失落的 他们是怎么能够保持的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不得不进行这种深层次的思考 我就觉得原因很多 其中有一个 韬哥外访一遍不容易 对 没思考 还得想着 没思考 你说 有国有民 真是 其中一个就是延续性 英国人最爱说延续性 就是你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历朝历代的 这国王 国王的亲戚 什么什么的 全在这儿 我听他有中文解说 说的不错 他说我们英国就是在这样 在永远不变当中 我们又能与时俱进 我就想 他这个国家 一直是谈判 你比如说最早的宪章 大宪章 大宪章 那时候国王 那个时候英国国王也很暴虐 随见约翰王 没错 很厉害 想不得掠夺谁就掠夺谁 对吧 到后来也是逼的没辙了 贵族不干 外国人打进来了 需要贵族帮他打仗了 贵族说不行 咱这事得说说 你跟我们签合约 以后私人财产 神圣不可侵犯 对 不能你想得多 你就多 你签了 我们帮你去打 把敌人打跑 对 其实美国后来 那个无代表权不纳税 就是从这大宪章那来的 对 他贵族就是说 你还不能随便征我们的税 如果你要是违反这个宪章 我们还可以把你的城堡夺过来 但是他这个都是很有分寸的 我觉得他说到这儿了 我们都可以降临情报 但是不得伤害国王的人身 没错 他真的就有这个 实际上他在武力胁迫之后 这个大宪章的故事也很有名 就是说 那么有名的 800年前就签到这么 这么好的一个合约 其实一转身 约翰王就把他撕毁了 对 撕毁了之后 可是他后 后来就无数次的 不断的又把基本的条冠 重新发布 没错 一次一次的发布 他这个国家就很有意思 发布了很多代 很多次以后 就变成了真正 真的东西了 习惯法 他是唯一的可能一个 没有成文法的国家 没有到现在没有英国 但是肯定是最早的 然后也是最有名的一个案例 就英国是没有宪法的 没有到现在没有宪法 他没有宪法 不是 他没有宪法 比如说任何国家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宪法 对 美国有宪法 法国有宪法 他没有宪法 日本人他是没宪法的 他就是叫习惯法 他是怎么样 他比如说法院判案 比如说追溯到最高 通常就说你这个法律 有没有违宪对不对 对 那么他们比如说议会定一个议案 这个东西 如果说你立法的话 我们别的国家会考虑你有没有违宪 他们怎么办 这时候因为他没宪法 他就考虑有没有违反 我们传统以来习惯累积成的法律 这个判案 所以你看就叫延续性 没错 他任何东西都是流传有序 你像我去苏格兰爱丁堡 当年苏格兰王的皇宫城堡里 还有一块石头 他这块石头是苏格兰王的权力的一个 一个奠基石 就是说你要加冕你为王 这块石头必须放在椅子底下 下头 对 包括现在没有苏格兰王了吧 你英王英格兰王如果加冕的话 这块石头必须千里迢迢 从苏格兰拿来 搬到那边去 放在你这个底下 因为英国女王 他不叫他不是不只是英格兰女王 对 他叫联合王国的女王 联合王国 所以你就看到一点 我还看到一个照片 就英国现代的女王 在好像在议会里 你要办一个什么仪式 他有一套家伙事 叫苏格兰之光 对 包括一个皇冠 对 一个权杖 一些个珠宝什么的 都也一个穿裙子的 苏格兰裙子的这男的捧着出来 这代表什么 人虽然不在了 苏格兰王都没了 可是人不在 这个政务在对对吧 英格兰女王 永远是 就是咱们是 你这个王物在如人在 对你这个权力谱系 所以我就说 跟咱们这人亡正习 是正习 你想我就说英国像打牌 中国历史是打麻将 你发现没有 中国人最喜欢推倒重来 其实你想想推倒重来 咱们历史上 你以为是从秦始皇 这焚熟坑儒 以前的都不算 对吧 切了咖啥给你 其实就是不光是说 咱们说近代什么民国 你细查中国古代史 我现在感觉到 没有太多证据说明 中国人是多么喜欢 保留古代文化 其实不喜欢 或者传承 传统 中国人其实不喜欢 中国人其实孙悟空 对吧 动不动就 大闹天空 咱们重新来 都烧 而且就是他中国的 这个农民起义的爆裂 在欧洲历史上 还是找不出来的 所以有不依天子 你前天还是一个农民 社会一乱 你皆刚而起了 可能后天 你就当家了 然后就从你这开始了 就留性了 前面还是别的性 今天留性了 再下一个还能怎么来 而且都是讲 咱们正好 又是建筑 又是木结构 都讲究要除旧不息 没错 最良师臣的时候 就说在中国总统建筑 特别难 你说的对 你说的特别对 所以你看 这就是人家外国的这城堡 石头盖的 它千年都可以留存 我们好像就是一个 挺容易宿的一个地方 而且很奇怪的一点 就是刚才扎建议讲 你看英国是今天 仍然在欧洲几个 也就是有王室的国家 之一 因此也有贵族 他很少说是忽然有一个 平民百姓起来说当王了 他当王的那几个 历朝的那几个王室 包括电视剧 大家看的特火的 那个都督那些 他都是过去原来就有的家族 都是贵族 到了他这一代 他当王 然后他们衰落了 轮到另外 但原来这个衰落下 就不是说把你全家杀光了 他其实还在 到今天都还在 就是他政治斗争也是很残酷的 但是流传有序 不始终断 我就发现这一点下来之后 为什么就说英国人就说 中契约守合约 你看一个在这种历史脉络下下来的这个人 他比较容易相信说话要算数 因为昨天的都算的 对吗 对 你像动不动 你就推倒虎 推倒重来的 对 容易耍赖 你外面容易耍赖 而且还有一点 因为他们讲习惯 讲传统 讲习惯讲传统 就讲到什么呢 讲到家世 他家传统上讲信用 这所谓家族荣誉感 对 就有时候变得很重要 他特别强调我做的事不能丢了 我们家的荣誉 由于要讲习惯 讲契约 讲传统 接着下来要讲的就是荣誉 所以honor一直是他们很重要的东西 而且你就看他这个 这个什么东西都攒着 哎呦我就发现了 你去了他那儿之后 你就觉得当年的在这个 不列颠什么大英帝国 我天哪 那看上去让我们觉得是丧权辱国 就是那个军刀来自各个民族 各个国家 各个地区的军刀 一直摆到天顶上挂的 然后你知道我随便 比如到温莎 宝一瞧 非洲某王国的黄金的王冠 泰国的王冠 给他们印度的王冠 这么多国家的皇冠 全给他掳来了 印度的到今天最大的一个宝石 还在他们那儿呢 对 印度之星又镇宝 对 但是他又是真是经验主义和保守主义 对 加上自由主义可能发言乱 他很奇怪 他其实里面有一种很实用的精神 你发现没 就他他不像德国这个民族喜欢构造一个宏大体系 对 你出这种大理论家的 什么黑格尔马克思 这都是德国人的事 对 然后很有很浪漫的那种音乐也好 文学也好 英国人就好像很现实 对 他最大的思想家好像都是一些文章 极致像摩洛克 也有例外 但是都是相信现实 都相信经验 对 那么而且我觉得他们最有趣 我常常形容英国有两个极端的性格 是可以解释在一起 一个就是非常的宽容 一个是非常的保守 这本来是好像不能够放一块 但是其实是可以的 为什么 比如说像马克思 我们是德国人 不要跑到英国去写资本论 为什么 德国通缉他 对 他待不下 是不是 他干嘛跑到英国去 就只有英国 当时欧洲只有英国容得下 他 是 但是问题是英国这么开放 那为什么英国共产党从来搞不起来呢 就是因为他保守 不爱搞那种这种革命 那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觉得有一个理由 就是英国人是这样 他那个保守就保守在什么地方 对于一切发生的事情 他不轻易下判断决定这个是好 这个是错 他不轻易下判断 想清楚看清楚再说 于是这时候你来个什么新东西 很刺激的新东西 本来很大胆 但是他也容纳你 为什么 他说我还不敢判断你这套玩意到底怎么样 先放着我们看看 那这时候他就宽容了 对 他是这样的 而且他不太相信能建立一个地上天国 这种完美的秩序 他总之我觉得像你要看美国人会相信 美国人有这种乌托邦的 就是他他他他觉得他是很独特的一个一个使命 对他新兴国家 但是美国人我觉得还是继承了英国的很多这种实用主义传统 就是说我们像刚才说这个美国革命 其实不太像被这个法国大革命那么重视 其实就是发生在法国大革命之前 他那个东西拿下来的精神 我觉得还是从英国来的 当然而后来一发生法国大革命 马上这个英国 在法国浪漫了 就是那不是 但是这个浪漫就容易建设一个 英国低调建设一个理念设计出来的一个天国 然后为了这个天国你可以不择手段 最后导致非常暴力的来杀那些 对 党在路上的障碍就流血 所以法国大革命那么 因为英国那个光荣革命那么重要的一次革命 其实你现在想想很妥协的 就是咱们谈判一下 从国外接过来一个 把这父母俩接过来 有一个接任人 然后你们签这个合约不签 签就行了 就就搞定了 搞定了 以后就一点血没流 然后就是这个 除了克伦威尔时期 就是克伦威尔杀子 所以克伦威尔 其实在英国历史上形象不好的 对 对 所以他们会谈判 对 他们会谈判 咱们再看看照片 看看这个风光 英国 这是这个就是在街景了 我们再看都是老房子 都是到处都是 这是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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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下面 这是什么 这是你吗 田园风光 这不是你吗 这不是我 这不是我 落过公子的样子 可能跑到英国还变 人种都变了 我的天哪 唐哥你不能这样丧犬 不是你看背景 你看背景 就是在这个田园风光 为什么说出了伦敦半个小时 都是田园风光 这点你说是工业革命 你再看下边 你说我能见到这样的 秋天 这是咱电影里边见到的 是吧 你再看下边 松鼠 这松鼠都不怕人 这在外国 这我们有 我们家中原 在纽约 这个我给你讲讲挺好玩的 这是在威斯敏斯的教堂 我这次碰见一个日子 2011年11月11号 他的11点钟 你再看下边 你看 这是很多小牌 这是他们的一个纪念日 一个节 纪念什么 在战争中 对不对 在战争中死去的人 然后到了 那个标志 红标 为了我的叔叔 他们在教堂草地上插很多小牌 人人胸前带这种小红花 对 小红花 我知道 然后到那天 2011年11月11号11点 你再看下边 你看街上的人们就都停住了 末哀一分钟 那些为战争死去的人 末哀一分钟 对 我一想那天中国正是光棍节 没错 我们都在开探男人找不到老婆的节 光棍节 光棍节 后来 哪个哪儿 对 他们英国朋友 英国在末哀 英国朋友还特意告诉我说 就是我们这个节 就是纪念的不是哪一党哪一派的 这个牺牲者 纪念的是英国所有战争当中的 这个牺牲了的人 甚至是包括全世界的 不管哪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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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派的 哪个国的 就是在战争当中战死的牺牲的人 我们都纪念 那天纪念 那不是文明价值观吗 没错 是吧 这是 是 对 不过再说回来 我觉得英国还有个很好玩的东西 像你们刚刚讲 他的那种尊重传统 保守经验现实 因此你就能够看到这个国家 有些东西是他强项 因为他保持传统 所以他案例特别多 他比如说审判什么都是 就是跟习惯的 他不是明确看法条法规 他是看以前上一次怎么判 他怎么判 讲习惯 那于是呢 他的很多的管理 这个国家的管理 也是靠习惯 也是靠经验 靠案例 因此他几个东西特别牛 一个是外交 英国很多人在看探 他今天的外交官不行了 他过去那个外交官 他是有传统的 他传统训练外交人才的方法 就是让你看我们过去几百年来 怎么搞的 所以大家说英国人老奸巨华 尤其外交上什么为了国家利益 出卖人家 背信弃义 这时候他背信弃义是最拿手的 但是全都是有案可循的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从外交 衍生出来就搞间谍 英国的间谍 对这是有传统的 邦德 而且他甚至是连间谍出身写小说都成传统 对 你James Bond那个小说作者 他是个间谍吧 然后他就是个特务嘛 那么到了现在前几年 这两年有个畅销书 我还想介绍是什么 他的上一任的MIC 就军情六处处长退休了 依据他们光荣传统 也改行写侦探 间谍小说 福尔摩斯 对都这样 没错 而我就真的我就发现了 这个国家 我的感觉啊 骨子里挺硬的 嗯 不是擅长 你知道吗 不不是像美国人那么傻傻 傻乎乎的 我觉得它是当然非常好啊 就这不是擅长 不 咱们更没老奸句话 老孩帝国主义是有道歉的 真的是 当然是吃的不好 因为英国著名的 我第一次到伦敦 记得那第一顿早餐 在酒店里 那阴雨 你知道它那个冷 是从骨头里往外冷 它特别稠 然后端上来一顿早餐 黑雪布丁 不是黑雪布丁 一大盘是炸的 油炸的西红柿 油炸的土豆 油炸的香肠 完全是汪着一盘油 那是英国最好吃的东西 但是我 早餐 我给你讲 你看到这样天气就明白 他要吃这样的饭 这才能预寒 就冷到这份 你必须有大量的油 我听过两个解释 一个点好玩 是我们的朋友 一个画家徐类 他说 他英国不出好画家 也就出了一个什么 特纳 特纳 风景画 现在刚死 那个贝肯也很厉害 但是不像法国那样 他不大出画家 他说不出好画家的地方 一般不会出美食 一个观察 还有一个解释 就是说英国人 他的这种所谓低调 或者说是冷幽默 偏于什么 你要饭店的饭不好吃 他不抱怨 对 他不会跟你抱怨 他宁愿回家发牢骚 以后悄悄声的饭管 老板也不知道怎么 就不到我这来吃来了 就不来了 但你看像中国人 咱们最爱说的 就是说这饭不好吃 老板谁叫来 英文里边 他就是叫紧的上嘴唇 叫什么 他会忍着 他会很坚毅 你可以也说得好 他可以忍辱负重 或者他可以很诚意 但是他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一个民族 你想这么小一个岛国 曾经大英帝国就殖民了多少 到了一个地方 他不会像就是说你说这大美国人多 到那他什么都管 有时候越管越 越还招怨 他是分而知之 你说起来也很阴险 你看他到东印度公司 到了印度 快逗了 这样他们当地人互相整 互相打 你们自己打去吧 你不是说回来说说 他们殖民地 为什么管得好 他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机制 比如说他在管香港的时候 那个港督 他每一天的他的工作个案 汇报伦敦 然后发到全球殖民地 然后一个东非的总督 看到你们香港那这么管 我也来学学 他能够在一年之间 全球各地的经验互相交流 所以他往往让人又爱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花国大企业 都有这种复杂的心情 哎呀又崇拜他又恨他 老孩帝国呀